风起洛阳已经收官了 结局是很一难停的 三位主角全是天煞孤星 身边在意他们的人 全都下线了 好在 编剧对白李二郎还算宽容 让他与媳妇一起离开了洛阳 最惨的 当然就是高炳竹了 剧中三个最爱他的女人 全部下线了 自己的妹妹也没找到 妥妥的孤星 他样子 他一辈子都只能陪伴在东川王身边 做他的知己了 只是 月华君三观如此正直的女子 为何非得下线呢 是要刻意煽情 还是编剧太狠心 仔细想想 其实他这个角色 也必须下线 只因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 哥哥谋反失败 会被圣人猜忌 朝城排斥该剧 让人最神奇的一点就是 猜大boss猜到最后 才知道五大郎才是传说中的大boss 而且他的野心蒙发于他是五岁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到 就那么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可以不局出这么大的一个阴谋 只是 随着五大郎谋反失败 按照当时的律法 就算是圣人看在五四月就驾有功的份上 不追究 但五四月肯定也会因为此事受到牵连 自古以来 帝王都是多疑的 他没有理由还会去重用一个谋反之臣的亲妹妹 加上 文武朝臣 本身就喜欢争鸣多事 在那个时代 本身对女性在朝中围观就多有偏见 稍微抓住机会 肯定也会把五四月往死里弹劾的 而五四月那种心直口快的人 是扛不住文武百官的口舌的 对比以往 他那样的性格之所以可以过得云淡风轻 是因为哥哥的庇护 而如今没了哥哥的庇护 又是逆臣之妹 所以让他下线 才是最合适的 也只有他下线了 才可以彰显圣人的大度仁爱 其次 无言面对高炳竹 高炳竹的一生都在为报仇而奔波 曾经的他 以为自己的仇人只是十六页 而当十六页下线之后 他又找到了新的方向 那便是让春秋道覆灭 只是 兜了一圈才发现 高炳竹最大的仇人 就是自己喜欢女子的哥哥五大郎 而对于六华君来说 他与他的感情 是会面临着情感上的考验 毕竟 高炳竹一生的不幸全来自于五大郎 他只是不小心进入了他的棋盘里 又不小心邂逅了下棋人的妹妹 而像月华君这种高傲的女子来说 他内心肯定对高炳竹存在着很深的愧疚感的 别说高炳竹了 哪怕只是与他一起长大的李北齐 他同样也是愧疚满满 所以说 他下线 让所有人都记得他的存在 未曾不是一件好事 再次 百姓流言蜚语都说人言可畏 当初百里大郎事件 让整个京城受灾的时候 有亲娘去买米 都被一群人说三道四的 如今 如果月华君不下线的话 他同样也会遭受那样的非议 只是 真到那个时候 会有谁出面为他出头呢 在太子没出事的时候 永川郡主是他的好友 而当郡主知道了自己父亲被自己好友的哥哥 陷害得差点失去太子之位的时候 他还能与四月做好友吗 就算他还愿意 野心勃勃的太子妃也不愿意了吧 所以按照那样的时代背景与人文环境 五四月这样的角色 确实没有再存在的必要 只有下线了 才会让所有人记得他的美好 感谢观看 白 词